宿醉醒来发现身边躺着不认识的女人怎么办 不要慌也不要紧张 因为只要你不尴尬 那尴尬的只有别人 这个男人傻了 他挨了一脚滚下床 这个女人懵了 啊什么情况 连我的衣服都被撕破洞了 男人百般解释 可女人根本听不进去 他禁止走向男人 把衣服交给对方之后 拉开窗帘就要跳楼自杀 好在男人及时来了下来 要不跳进黄河那也洗不清啊 一场闹剧过后 两人互换名片 毕竟共整一夜 难免会擦枪走火马 处理完事情之后 男人一如往常的去上班 同时告诉男人说 有人在天台等你 男人没有多想 结果一上来 那就是一顿胖揍我 没错 这三个黑衣大汉 正是女人的三个哥哥 武力逼迫之下 他们让男人起草了一封保证书 目的很明显 就是想要男人对妹妹负责嘛 男人说啊我不会写 于是大哥亲手做了示范 这个耳朵插烟的大哥 手法那是相当灵活呀 男人最终无奈的选择了服从 一笔一画的写下了罪状 可他不会想到的是 这一切都是阴谋 男人名叫俊昊 毕业于汉城大学的高财生 多金又多财的身份 让他早早的就被盯上了 女人恩美是黑帮龙头张爷的千金 虽然家族里有钱有权 但唯独缺的个就是文化人啊 于是张爷和他的三个儿子 便把目标定在了俊昊身上 喝醉酒睡同床 都是他们一手策划的 本以为能用这种事情拴住俊昊 可是没想到人家身边 已经有了一个相恋多年的女友 为了不让女友生疑 俊昊找到恩美 他请求对方去医院检查 提取一份报告 来证明两人的清白 检查什么 我不知道 反正恩美直接给了俊昊一个大嘴巴子 得了便宜还卖乖 骂了俊昊几句之后 恩美气愤的转身离开 不过他回头一想 对方说的好像也没错呀 于是根据名片找上了门 恩美告诉俊昊同意去做检查 不过前提是拿到报告后 对方要跟他回家把事情说明白 俊昊一听乐意至极 拿起恩美的手就往脸上贴呀 人帅做啥都是浪漫的 人丑 你做了试试看 打不死你 因为恩美在医院工作 所以很快拿到了报告 于是他赶忙带着俊昊前往了自己家 可令俊昊没有想到的是 刚下火车他就成了名人 那现场简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名 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白云看了会流泪 黑兔看了会哭泣啊 而俊昊就这样被带到了恩美的家 张爷看完女儿的检查报告之后 并没有打算放过这个高材生女婿 俊昊不甘受此胁迫 他找到了当律师的学长 学长兴事淡淡的要为他鸣不平 可以听到是恩美的父亲之后 连说话都不利索了 最后给出的建议就是要么你同意结婚 要么你就干脆自杀吧 你听听 不过俊昊人不死心 他找到了自己的父母 计划让他们出面 拒绝这桩婚事 听到了儿子被逼婚 父母当然不乐意了 什么黑司令 什么黑帮大佬 我们肯定不会屈服的 没会儿恩美一家来了 这打扮 这气场 乖乖笼地懂 他哪是来谈判的 分明是来订婚的呀 当看见恩美父亲切牛排的刀后 俊昊老爸彻底傻了 他被吓得赶紧同意 连回去的路上都在劝儿子 经历了两次失败的俊昊受不了了 他怒气冲冲地找上恩美 大骂恩美一家都是流氓 恩美听不下去了 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其实这几天相处之后 恩美已经对俊昊动了心了 听到喜欢的人如此说自己的家人 恩美难过地哭了起来 俊昊一时不知该怎么安慰 只能将恩美搂入怀中 进退为难的情况 让俊昊心烦意乱 他还让好友来到酒吧买醉 却不料被酒吧的人坑骗 对方称他们喝醉 强行收取高昂的酒费 俊昊此时 想起了恩美的三个哥哥 一通求救电话过后 他们火速赶来 看到妹夫被欺负 哥哥对着酒吧的人 那就是一顿收拾 而杨梅吐气的俊昊 这时才明白一件事情 墙中自由墙中守 恶人自由恶人魔 不过他们没有料到 这家酒吧的幕后老板 不仅是黑帮的家族 而且还是恩美家的死对头 为了找回厂子 对方直接将恩美绑了起来 这边恩美的哥哥 得知妹妹被绑之后 赶忙带着俊昊前去救人 双方刚一见面 火药卫立马爆棚 趁着哥哥们拦下混混 俊昊鼓足勇气 一举将恩美救了出来 经过此事之后 恩美彻底爱上了这个男人 而三个哥哥也确定了 自己没有看错人 为了能让两人更进一步 他们开始了更大胆的想法 首先顾下帅气的男模 勾搭上俊昊的女友 接着故意让他看见 是两人的感情出现裂痕 不过这还没有完 他没有假借恩美的名义 给俊昊送了一份爱心盒饭 而此时正失落的俊昊 心中也不禁对这个黑道千金 生起了几分好感 趁着打铁的哥哥们 在两人去约会的时候 甚至还把电梯给弄停了 这孤男寡女封闭空间 两人贴得是越来越近 而感情也逐渐升温 老话说的好啊 男追女隔坐山 女追男隔层沙呀 在同事的劝说之下 恩美决定主动表白 而另一边的俊昊 同时也备好了戒指 他也打算坦明自己的心意 可就在这时 俊昊的前女友却突然出现 看着喝得醉醺醺的前女友 俊昊决定先送他回家 恩美望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泪水从脸上缓缓落下 回家之后 前女友希望他们能够复合 不过却遭到了俊昊的拒绝 恼怒的他趁着俊昊离开 接起了恩美打来的电话 言语之中全是挑拨离间 恩美听后彻底死心了 他选择了放手 独自一人回到了故乡 而领走之前 恩美给俊昊发了一封邮件 他向这段日子里 自己造成的麻烦道歉 并且保证回去以后 会向父亲和哥哥 说明情况不再打扰彼此的生活 俊昊看完文件之后 什么也不过了 赶忙拿起钥匙开车去追 没有丝毫的犹豫 追上的俊昊直接表明了心意 而恩美也感受到了对方的爱 终是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很快两人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这一次没有强迫 没有谎言 有的只是一对新人的 你情我愿 就在俊昊和恩美举行典礼时 饭店外家族的死对头来了 没错 他们就是想趁机搞破坏的 为了不让妹妹的婚礼受影响 三个哥哥站了出来 即使身受重伤 也未曾后退一步 而另一边交换完戒指的俊昊和恩美 牵着手就冲了出来 这一刻 俊昊便是张家人 从不打架的他 也和哥哥们站在了一起 为了家族荣耀而战 到这里 故事就结束了 虽然作品出自2002年 但不得不说 这是一部十分经典 有着里程碑意义的韩国搞笑片 刚一上映 观影人数就超过了500万人次 不仅引起了韩式黑帮搞笑片的一大热潮 同时也让女主金廷恩的身价 暴涨到3亿5000万韩元 如若小伙伴们喜欢 观光会继续带来 家族荣耀系列中 其他的几部电影 鼓掌撒话 我们下期见